上一次相遇还要几秒 感觉着秋零乱了心跳 思念相遇也相终随不飘 闷载着甜蜜的街道 我已知道爱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真正切切还悄悄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真正切切还悄悄来的更好 I love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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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不是说话一起下班的吗 你怎么不等我自己先走了 小晴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段天狼了 放心吧 太紧张了 在我眼里啊 你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弟弟 你的温情呢 我接受你 删起了就算了 我搭你车走 随便你 走吧 总经理 总经理 又有人给你送话了 华清凌算很有良心 总算还知道来道歉 噔噔噔噔 哪儿 为什么啊 总经理 我叫你车上去 是 好 好 好 董经理 没事吧 清凌她人呢 叫她进来 清凌姑娘 她没来啊 没来 那这个花谁送的 花店送来的 刚才前台给我打电话 说是有你的花 我一看不是清凌姑娘送的 就替你签收了 对了 还有这个卡片 我是给你还是 上面写什么 下午两点 明镜园见面 说是当面给你道歉 道歉 难道真的是清凌姑娘 那她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居然还敢给我送余金箱 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我就在想 这明镜园又偏又远 平时连个人影都看不着 跑哪儿去看嘛 我觉得你还是打个电话 问我清凌姑娘吧 我倒要看看 她想干什么 天狼 天狼 人呢 怎么又不在 副总 你找总经理啊 他出去了 这怎么有署名啊 谁送的 玉金箱是花店送来的 玉金箱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 猜测可能是清凌姑娘 上次清凌送天狼玉金箱 是我故意安排的 可是这次她为什么又送来 为什么要到明镜园 那么偏僻 该不会清凌被打了 想报复天狼吧 我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赵 aa bare no 公主 副总 安全第一呀 给清理打电话 诈骗不成 他居然想出 更毒的招数 快点打电话呀 天狼有危险 喂 你好 喂 轻琳 危机报警了 现在警察已经去找你了 你就等着坐牢吧 你是段 要是你敢动我弟弟一根寒毛 你就死定了 咱俩都是坐下来谈谈呀 你是段雪晴吧 段副总经理 妈 妈 倒是听我解释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 害段天朗的 警察来抓我 就因为上次 不行 就算我被抓进去了 我也得告诉他 我真的不是故意害他的 搞什么 居然还迟到 天朗 瞧见你 天朗 疯婆子 你要是敢耍我 你就死定了 疯婆子 我当时确实是疯了 华清凌 我再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要是再不出现 我就判定你再耍我 到时候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华清凌 怎么这么巧 难道天朗误惑我是他 清凌 是你吗 你躲起来干什么 快出来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啊 你是不是让我过去抓你 我告诉你啊 抓到你 你就死定了 清凌 天朗 总经理 天朗 你们怎么来了 清凌呢 跑了 幸亏我打了电话 什么电话 副总给清凌打了电话 说是报警了 你说他跑了 难道还真的 想对总经理不力 为什么呢 这还不可能啊这个 你瞎嘟咕什么呢 天朗 除了他 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痛苦 什么意思 他是个骗子 又是个惯犯 为了钱什么都敢做 我担心他跟姜妍一样 行了 别说了 走吧 下班我们一起回家 坐我的车 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吗 在我确认一切之前 咱们必须小心 清凌那个女人她 她还敢来 我 干什么呀你 你别管 我今天就把她送到公安局 神的后患无穷 你听我解释 我今天是来道歉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害断天朗 是 是个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 我要定一书玉金箱 是送给天朗的 不过这是我送给天朗的 神秘礼物 你可不能告诉他 是我送的 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我不能输 你怎么能不输呢 难道你真的想对 总经理不利吗 这怎么可能呀 他当然不敢说 说出来就是故意犯罪 你跟我 跟我去公安局 真的是个误会 我走 跟我去公安局 跟我走 跟我走 小星 你 不 不话 把副总带走 你干什么 有人在拍照 先回办公室 你过来 去哪儿 副总 你先回办公室 这里我来处理 不好意思 你们别拍了 你五个人 你切愿意 你被我带来 困巾 是吗 你他们有什么 滚了 你 你 相思 我现在 要好 我才能带去的 其实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段 段总经理 那天在派对上的事 真的是对不起 为什么给我送你说话 我真的是无心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可以发誓 为什么又约我去梅锦园 梅锦园 我约你 什么装算 我看见你了 不可能 我没去过什么梅锦园 还不承认是不是 那我问你 今天下午两点 你去哪儿了 我在花圃啊 有谁可以为你证明 奶奶 奶奶出去了 我自己在家 连个时间证都没了 我在自己家需要什么时间证人啊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只能让我姐送你去公安局了 我知道是我有错在先 可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上次酒店相分的事 我对你改官了不少 没想到 你还是勾改不了吃事 段天狼 我知道你们怪我 你们骂我也可以 你们就算把我送到公安局 我也接受 可是一马归一马 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 什么明镜园 而且你看到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 什么明镜园 莫名其妙 看他样子 不像在说话 那他在明镜园看到的人 到底是谁啊 吴秘书 吴秘书 不好了 副总在酒店大堂 打清零的视频 被传到网上了 什么 宣传部门的人下班了吗 已经下班了 让他马上回来 先发一个说明 说是一个误会 就说清零只是莉莉花店 派来的工作人员 好 算了算了 我自己打电话 好 莉莉花店 欢迎光临 我已打玉京香 麻烦帮我包好 马上就好了 请稍等一下 谢谢 秦玲 你才回来 别提了 任阿姨的餐车坏了 我给耽误了 前两天你是不是大闹 正太酒店了 网上的点击率可高了 你要火了 什么 网上都有了 完了完了 这会不会影响 咱们花店的生意啊 都怪那个段天了 认识他就没有一天太平 我上次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 还以为跟他和好了呢 和好 我想说 你以为是小两口吵架呢 别胡说 别胡说 柯仁 你的花好了 好 谢谢啊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啊 怎么又是玉京香 现在撤下来的花 负面影响只会更多 总经理 为什么视频还没有删掉 我正跟吴秘书商量这件事 你应该跟我商量 好 两个都在 正好 吴秘书 你先出去一下 是 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 副总经理打人 总经理在旁边欣赏 你们要联手搞款酒店吗 副总 我们正在商量这件事 先把视频给我撤了 点击率太高了 撤了网上的 撤不了人家下载的 这是无运功 总必让更多人看到好 酒店靠得去吃生育 与其欲改弥彰 还不如承认这个事实 然后当着记者的面 向对方道歉 你疯了 让他说 当时在场的人太多了 我们做不了假 副总 我是总经理 这件事就交由我来全权负责吧 我不会让酒店蒙受损失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这么做也不是为一个办法 你有几成的把握 我会尽全力 好吧 现在董事们和员工 都在等着看你的表现 一定要慎重 我知道了 你啊 早点家人离开酒店 又不会有这么多事了 爸 我那天是为了保护天 雪芹 回去写份监堂书交给我 福董 福董 您先回去吧 我送你 麻烦你 把这束花交给你们总经理 嗯 好的 好了 你们俩别送了 回去工作吧 你 腐毒 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计划解决的 你为什么让爸误会我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 雪清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是因我而起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 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爸那边 你先帮我担一下 我不想让他担心 毕竟这件事 还没有被重视 报警 把清零抓起来 士兵不用撤 到时候大家会理解我的 他什么都没有做 凭什么让警察抓他 这还只是你的猜测 好了 雪清 这件事情 就交给我来处理 我会查清楚的 如果真的是他 再让警察抓他也不迟了 天狼 你该不会是在袒护他吧 你可别忘了 之前就是因为你袒护姜妍 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够了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 为什么你对其他女人 都吹毛求疵 偏偏对清零却一忍再忍了 雪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只是觉得 他不像是做这种事的人 江爷也不像啊 还不是做了吗 舅舅 我会关我事了 总经理 你的花 天狼 天狼 把花扔了 你还能吃饭 小心啊 小心 坐 谁送的花 花里有张卡片 我去拿 赶快去 怎么样 莉莉花殿 清零送的花 不是她 也不是老板娘 是个不认识的女人 不管怎么样 以后不管谁给总经理送花 你都要先通知我 好的 忙去吧 莉莉花殿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清零的名字 这都几次了 她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阴谋 你不是要证据吗 这就是证据 天狼 不然她为什么约见你 为什么还只叫你一个人去 如果她想害我 为什么明明知道我们在怀疑她 她还敢跟我单独见面 这不合逻辑 怎么就不合逻辑了 你现在脑子已经坏掉了 天狼 不管怎么样 咱们报警吧 上次你出事 妈离开了家 这次你再出事 咱们家就要散了 我先上去了 好点了吗 没事 我先上去了 叫她 给我放大一点 怎么是她 姜妍 她已经出狱了吗 她怎么跟莉莉花殿有关系 难道 清凌跟他联手吗 他们的目的是钱还是复仇 副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对了 这段视频千万别让总经理看到 是 吴华 你过来 你听好 从现在开始 你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总经理 就算他去卫生间 你要跟着他 不然我开除你 还有 这件事就不能让总经理知道 不然我一样开除你 为什么 你还不快去 当心我现在就开除你 我 我马上去 喂 深山 有事要你帮忙 你现在立刻给我查一下 清凌 他在哪里 我担心 我担心 你找我啊 你跟江炎到底什么关系 江炎 你不认识 我已经查过了 他被提前释放了 你找我啊 你跟江炎到底什么关系 他犯罪了 为什么 你打定主意跟他一伙了 他害天狼害得还不够惨吗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我 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做好防备了 你替我转告那个蛇蝎一样的女人 她敢再次出现在天狼面前的时候 就是她第二次坐牢的时候 还有 告诉他不要再送玉金香了 玉金香 喂 半个小时后 市中心广场见 你说见面就见面啊 喂 喂 是 什么人都是 我没迟到吧 我没有同意让你坐下 这众目睽睽之下 不然你还让我罚站啊 那请你离我远一点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周日我没空 所以把你的约会提前来 我的约会 我本来是不想理你的 可是我能猜到 你肯定不会死心 所以特地跑这一趟 你们真奇怪 竟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你真奇怪 如果你想要钱 应该靠自己去挣 如果你是看上我了 对不起 我的眼光很高 你这辈子都没机会 那个什么 我有男朋友的 那这么说 真是为了钱 我自己有手有脚 我可以挣钱 你挣个钱 能够填满你的野心 和欲望吗 段天狼 你以为你有钱 就可以瞧不起人吗 说不定 以后我也会有钱的 比你更有钱 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样 就算跟你说了 你这种顽固子弟 也不会懂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难道真的不是他 那会是谁呢 大老远地把我叫过来 说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到底想怎么样 不仅身体不好 脑子也不好 我都听见了 你到底要找我干吗 我来是要告诉你 请你以后 不要再送我 送我玉金香 玉金香 段天狼 你认识姜颜吗 你怎么认识她的 我 说 我不认识她 你怎么认识姜颜的 我不认识她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她陪你来的 你搞错了 你抓疼我了 抓疼我了 你没事吧 快过来扶我 起来 小心 扶住我 都站不稳了还逞强 放心 我不会把你当病人一样看待 来 小心 来 这边 小心 怎么样 我可不想让你说 请凶占你便宜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种话 好点没有 吴华 王副总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不是让你陪着总经理吗 其实我 他人呢 去中心广场见清零了 你让他一个人去的 他不让我跟着 他跟我说 你要是跟着我 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副总 这两个主子 也太难伺候了吧 我 怎么样了 吓死我了 给 弄好了 谢谢 刚才 你为什么觉得 我不希望别人 把我当病人 听起来 你怎么能的 外国 看起来 你怎么会 你怎么在过 你怎么在哪里 你怎么在哪里 我要說什麼 你真可憐 是這句吧 別把我跟別人相提並論 我才不可憐 那就好 你自己能開車嗎 我可以 看看這個 還不承認 這不是我寫的 你看 字就不是我的字 真的 真的不是我寫的 你到底想對我弟弟怎麼樣啊 我的技術還不夠嗎 姐姐放開 放開 你跟女人叫你這麼做的 放開 想跟他一起坐牢嗎 姐弟 快走 你是不是想坐牢 你幹什麼呀你 弟 你為什麼就不能聽我的呢 不要跟他見面 雪晴 剛才她話什麼意思 你說清零要跟誰一起坐牢 是江炎 你都知道了 你知道他們是一伙的了 別說這些名的 他們不可能認識 江炎還在 他已經出獄了 我本來想解決一切之後 再告訴你 天老 你別再倦了 他在按你在名 再加上一個清零 你太危險了 我們報警罷了 我看見你 怪不得看著面說 我還以為 他在牢裡面 沒想到真的是他 可清零也脫不了干系啊 不然江炎 怎麼會寫他的名字啊 天狼 天狼你沒事吧 我累了 我想回去了 你的花掉了 謝謝啊 小事不用謝 讓你偷懶 一次性全拿進來 一二壞的花 我可不要啊 知道了 剛剛那個客人多好 比你這個姐妹熱心多了 那個客人姓江 江小姐 她呀現在也是我們店裡的常客了 每次來都是一打玉金香 玉金香 等等 你剛才說那個客人姓什麼 姓江 江小姐 姓江 不會這麼巧吧 什麼巧啊 不會 她就是江炎吧 對了 清零啊 今天是周日 你陪我姐吃飯吧 長青又去加班去了 我一個人太孤單了 今天是周日 不行 不行 吃個飯都不行嗎 我要跟你絕交 什麼好的 真的是她 她就是江顏 你别误会 这花不是我的 秦龙 我跟你到底有什么仇怨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是这样的 这花是她买的 我就是跟着她才到这儿 谁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你看 她在那儿呢 她人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认识她 要不然 我怎么会告诉你 她人在那儿呢 真的是她 这次我不会放过她的 珊珊 跟我追 清零 快点 姜颜 姜颜 别跑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这是一个小银 你的大气 你给我跳 你不要带着 你 你没看着 你不能走 他 被你越帮自己 你还不让你那儿呢 我还不让你 真是吧 神经病啊 人呢 雪芹姐 那个就是姜妍 天朗的前女友 天朗 糟了 我不让我天朗了 你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里面 他们走了 你出来吧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躲在里面 我闻到你身上郁金香的味道 找个地方洗洗吧 走 刚才为什么帮我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去月断天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我饿了 先找个地方吃饭去吧 薛医生 真的没什么大碍了吗 先灌碗水再看吧 退了烧就没问题了 他最近有受什么刺激吗 我不知道啊 一定是为了你在酒店打人的事 压力太大了 怎么什么事情都赖在我身上啊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行了 在医院呢 都少说两句 轮不到你管 要少出去吵 冰想病人 你喜欢这车啊 白天能兜风 晚上还能看星星 不过 我恐怕这辈子都坐不上这样的车吧 我 equal你的 阳 天狼 上车吧 好棒啊 太心了 我就知道你喜欢 臭小子 你快站住 放开我 我哪儿跑 放开我 臭小子 这小子可是钱了 不要杀了他 就他这样的 不就是他能行吗 我们要的是钱 不要伤害他 你为什么 安静地等着 正是为你好 什么叫为了我好 你说你为了我好 你爱哭我吗 难道你是为了钱 才接近我的吗 如果是 你告诉我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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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啊 怎么办 阿道人质 你 救命啊 不用伤害他 去死 你 老千毣 老千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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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老千毓 wrong 不要 你ailleurs 你确保 你确保 我 peer 你们干什么ule 少易 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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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我去吊医生 天狼 爸 对不起 让您太心了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只是没有按时吃药 以后会注意的 爸 让苏南阿姨给我做点好吃的吧 我快饿疯了 好 我就去 可是我真的不相信 那个清零跟姜妍没有任何关系 行了 别说了 我懂了 你给她送花 约她见面不是为了报复她 是想跟她道歉吧 她一看见玉京香 就会生气晕倒 你为什么还要送给她 我现在最喜欢的花是玉京香 最喜欢的人是你 我现在最喜欢的花是玉京香 小鬼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啊 没想到那件事后 天狼还怕玉京香吗 我现在最喜欢的花是玉京香 我那天在明镜园 天狼在喊你的名字 我就知道 她一定是误会了 因为是你约的她 她是个挑剔的人 明镜园这么偏僻 她都肯来见你 我就猜到 你们的关系一定不一般 你就不该用我的名誉去送花 她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对不起 我怕她不想见我 我只想单独跟她说声对不起 请求她原谅我 我帮你吧 帮我 我知道那件事 你已经付出了代价 只有天狼原谅了你 你才能原谅自己 才有勇气面对今后的生活 再说了 能解开断天狼的心结 对她也是件好事啊 我来让你们见面 可是还有她的家人 他们那么恨我 一定不会同意的 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知道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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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一路坎坷你 也不再孤独 所算天天人生的旅途 细细了那枫飞的心机 成功或是埋伐都要勇敢绵 告诉自己不再孤寂 到黑夜来能照顾的路 当深信一对难人的苦 尽是两依的翅膀我也要飞翔 相信自己绝不去 我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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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放弃